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我是项羊员盆景的陈志平 今天我要做一个盆栽的修剪、整理和杂榜的示范 这是我之前的真伯作品 树林有20多年 之前是庭圆树的设计 我用了5年的时间把它做成盆栽 因为每一年多时间没有去搭理它 看起来有点茂密的 现在我先把一些茂密的就业拔除 然后再选择需要的杂榜枝条来做设计 现在呢,我们看到有点茂密的话 我们把这些就业的话,拔除 这些商业,我们把它拔除 或者是修剪掉 需要一点时间来慢慢的整理啦 不要太急咯 然后我们再把它修剪到比较 比较没有这样茂密的时候 我们再来选择这些 这些字条来做杂榜 我们现在先,我现在先开始扎榜一些 然后我们就慢慢的进入 再来整理整理它咯 需要拔除的 有些商业我们也是需要留着的 留着的话是 我们 用作 到时可以把它 它会生长,重新生长的话 它会变成的商 增业 我们选择比较小 比较细的铝线咯 大概是1cm的铝线 来杂榜这些字条 再慢慢的 再慢慢的 设计 设计扭转 弯曲 然后我们再 看到 往下的那些叶子的话呢 我们就拔除 然后再来做另一边的 慢慢的 把它做成好像 骗重了 这些商业呢 我们都要拔除 有些我们要留着啦 像这个我们可以留着 到时候它会慢慢的生长的话 变成蒸叶 这种蒸叶状的话 它就会覆盖着 覆盖着这个 这个我们的 我们的 所做的这个设计的 它就形成偏壮 有时候我们在扎绑的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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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要注意到 呃我们周边 旁边的啊 那些银子的字干的话 字条的话我们尽量留着多一点 不需要呃 在确定你的造型之后呢 先调整了之后呢 设计之后 我们再来剪掉 没有的话 不小心剪掉的话 到时候 就没有支支干 可以砸绑了 我们先留着啦 然后扭上 然后再来弯曲 所以晚上 我都会留着咯 像这个 可能是要剪掉咯 应该是要剪掉了 我们再剪掉了 剪掉的话 这个像这个 旁边的我们也是剪掉 没有的话太多太多的质干 因为我们很难去 其实去砸绑设计 嗯 这个是留着 这个剪掉 因为如果树 呃 震波的话 如果你太茂密的话 他他都会有出现这些商业的商业在里面啊 在里面 所以我们要 有时要打理一下 要去清除这些杂乱的职业了 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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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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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